我們大概平均每個月 大概有100萬人資的點閱率 那100萬人大概就是這100萬人 自己都會去看我們的網站上寫東西 那我們主要講的都是世界史的台灣史 那我們是有一些想法 這樣我們可能會繼續再說一下 那所以目前來說 我們其實成立在一個小小公司 這樣希望能夠繼續努力 把更多的講座 更多的歷史的知識 介紹給台灣人 那第一個是我覺得大家想說 我都應該聽過公告書 人家說農書家叫公告 就是常常會有那種故事 然後我覺得好像不是每個人都喜歡歷史 我們在分享過程中 其實常常會有人跟我們說 我們以前讀書的時候很討厭歷史 因為歷史很浪費 那我自己是成大跟青大歷史所畢業的 那我常常我那時候大學進去的時候 說他生大很厲害 那你讀什麼系 然後我都歷史 歷史的哦 也是不錯啊 歷史不錯 讓別人教授 然後後來我等於聯絡我讀青大 然後青大很好 那你讀什麼 歷史研究所 就不知道要做什麼這樣 可是很多人的法醫 或者他就會說 那你這樣子你一定不會背東西 你會背各式各樣的時代 或是什麼 可是其實我覺得歷史也不是只有背誦而已 會大家會覺得說歷史就是要背 就是要這樣就是這樣 其實是因為我們的歷史教育已經被壓縮到 只有人事實體五 你小時候就會背哦 台灣是1895年的時候加入戰爭 然後我們就管桃月被割讓 怎麼樣怎麼樣 就是都是這種人事實體很片段 為什麼最後要壓縮到你只有考試那四個選項可以選 那你設決要壓縮的時候 你就是哦 1895年 1985年 915年 就這樣子 所以你要背那個時間 那這個東西其實我覺得 你在考試的時候你會覺得 這是什麼 就背得到幹嘛 我知道1895年 1985年 所以 你那個東西跟你沒有 沒有關聯 你也不相關 可能只要很多年以後 我想各位都比較有人生的經驗 可能到人真的 亂入我們30歲40歲到甚至年紀比較長的時候 他發現原來歷史其實跟我的人生有很大的關係 下一張 這是一個澳洲的作家寫的文章 他寫的 他寫的是寫一個小說家 他是 他自己是一個移民的後代 他後來娶了一個猶太人的女孩子 那這個女孩子的阿嬤 是從俄國一路逃到 從俄國一路逃到澳洲的群 很遠喔 完全不一樣 他從俄國的中部逃到俄國的南 西邊 然後還出海到美國 還從美國到澳洲 然後在澳洲就結婚生子 生到最後兒子的小孩 那所以這個阿嬤就是 常常在他的母親 就一直跟他的孩子 講說他當初怎麼逃出俄國 那俄國是怎麼樣 所以最後這個孫女婿 就幫他把阿嬤把這個故事寫成了一本小說 所以他說這些都是他的故事 口述的歷史跟小說 就成了雙胞胎 你好像分不出來 那個是歷史還是小說 有時候歷史 真實的歷史 可能比小說還精彩 那我們閱讀的時候 其實在閱讀起來 就覺得 喔好精彩喔 好有趣喔 這就是好像你可以想像 那個移民的生活 那這個東西才會對那些 就是你會對這些孩子 或這些後代的那個 有一個力量 那我們現在其實看到很多事情 都是這種歷史減肥的過程 下一張 好再下一張 這個是豬排飯 大家應該都吃過吧 就其實我們看到吃豬排飯 就覺得欸就是豬排飯嘛 我們旁邊都配咖哩 那我們大家去自助茶餐廳 都看那種黃色的咖哩 才有才是的 可是這東西其實來自日本 它背後有一個很長的很大的事件 可以說是一個很大的事件的遺跡 為什麼 因為在日本人在明治維新之前 是不吃肉的 完全不吃肉 為什麼他們覺得吃肉是 他們只吃魚 然後吃蔬菜 第一個是日本當時其實經濟 就是是農民嘛 就是半農民 所以他們那個經濟上並不這麼好 所以肉是一個很珍貴的東西 而且他們因為信佛教不完全 他們覺得吃肉身體會醜 會有個味道 所以他們是不能吃肉的 那可是為什麼明治維新的時候 要要求日本人吃肉 因為明治維新的那些 那些權貴或那些大臣 覺得西方之所以會搶 就是因為很吃肉 所以長得都很大隻 因為那時候日本人很小隻 很像封城秀吉什麼 150公分以下 就非常個子都很小 所以他們覺得外國人 之所以會搶狀是因為吃了肉 所以他們開始搶破國民 要開始吃肉來攝受營養 這是一個強國見種的概念 可是因為這件事情 當時日本人沒有辦法接手 他們還甚至就是殺進皇宮 就是抗議 跟了天皇說我們不吃肉 我們不願意吃肉 這個事情不要強迫我們這樣子 就到了一個很大的事件 那最後政府就說不管了 反正就是我們就是希望 這個國家可以強盛起來 所以你們開始吃肉 你們小孩可以吃肉 所以才會強盛 可是肉就是他們 不習慣吃這種味道 那怎麼辦 就拿去用 那時候他們其實一直都 有一片複裸 炸茄子、炸食物 他們就把肉拿去炸 就發現這種東西 用炸的方式 它那個肉的味道就不會出現 那很多人就開始吃 所以他們就把 即使今天我們看到這個豬排飯 炸豬排這東西其實日本獨有的 但他們還是做這種的叫洋食物 就是外國來的食物 所以它其實背後是有一個 整個日本從一個東方的小國 轉成大國當中的一個變化 那這個豬排飯的歷史 就從日本的 就跟著日本一路到台灣 然後到現在 就變成了台式咖哩 我們加我們自己的東西 加農蘿蔔加什麼 加洋蔥加各式各樣的東西 加雞肉 變成了台灣的口味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它也包含整個國家政策的轉型 最後它就影響了這個世界 為什麼 因為日本人開始吃完豬排飯之後 他們開始全盤西化 全盤西化說 他們必須要突破它現有的這個困境 所以他們開始打仗 然後加魯戰爭先打下來 其實加魯戰爭的目的 並不是為了台灣 大家都說我們課本當中 加魯戰爭是為了奪取台灣 不是的 加魯戰爭的目的是為了要奪取滿洲 奪取朝鮮 最後要進入歐亞大陸 所以它其實是台灣是假的 就是多了 所以它其實目的是為了這個東西 那最後他們就打 最後就是打了日俄戰爭 那跟日本怎麼就是他們的活力上升 然後民族自信心提升了 它才會去做了二戰那個 才會去想要去侵略中國 然後整個二戰開始 所以它其實影響 這是一個影響了世界的國家 就是我們那個名字 那所以對於歷史學來說 我們研究其實常從一件很小的東西 比如說可以通過豬排飯 然後我們就慢慢就對對 然後最後發現 這是一個時代的片段 所以我在我28歲之前 我其實一直覺得 我應該可以成為一個偉大的歷史學家 然後我大學的時候可以寫小說 所以我覺得我的業餘的時候 我就可以寫小說 那這好像是一個很不錯的事情 所以我就讀了研究所 可是我大研究所畢業之後 因為我們家裡有一些狀況 那我必須要開始工作 我就發現在工作的過程中 我認識很多的長輩們、前輩們 我發現我自己對於台灣的研究 台灣的理解其實沒有很多 然後我好像一開始 我也覺得歷史學好像沒有直接用書 我去工作的時候 有時候接觸一些傳統產業 你跟他講到一些歷史 他都不想知道 我沒有要知道這些東西 可是後來我工作一陣子之後 又發現說 對於歷史的了解 因為我可能看豬排翻 那我想知道他千年後後怎麼發展 那這種研究方法 用在我的工作上 或是用在我的一些規劃上 他好像也還蠻有用的 所以歷史學讓我覺得 還蠻有趣的 那大概2014年的時候 大概2014年的時候 我們就是一群人 那我自己還有我們其他的幾個夥伴 那我們其中我們主連在美國 還在哈佛讀書 我們就想說 既然歷史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我們應該讓台灣人認識歷史故事 然後認識 用更簡單的方式認識歷史 所以我們就做了這個網站 那一開始就是我們四個人 所以想說每個人一個月寫一篇 每個禮拜有一篇 每個禮拜都有篇這樣就好了 其實我們在一開始也是想這樣做 我後來就你要去招募文章嘛 他就跟人家說 人家說你在做什麼 我們就要指示給他聽 我們有70個作者 我們就要解十七十遍 所以每次在講的時候 大家都會給你一些不同的回饋 還有一些讀者們的回饋 最後我們就越來越 越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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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這個網站的想法 就越來越清楚 可是2014年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我們就發生了太陽化學域 對吧 然後今年到今年七月的時候 又發生了那個各樣的事情 所以你就發現歷史土居其實是有個必要的 那我們也開始受到一些關注 像我剛剛前面講的 我們現在開始大概每個月有100萬人次 我們希望到明年的時候 可以增長到200萬人次 當然最好我怕我們可不可以走出台灣 然後走到東亞或是世界 那我們在開始做這些事情 大家後面有一個台灣史的 史的轉捩點的小冊子 這我們今年前陣子就是613的時候 因為協會這邊要做一個活動 那我們剛好就變成這個小字 讓大家認識台灣的歷史 課剛的時候 我們本來也沒有想到 本來也沒有想到大規模的印出來 就是課剛的事情 我真的覺得我們政府做太誇張了 那既然你不想講的事情 我們就忘記用校冊子講出來 所以我們就在網路上 就是說公布所有人都可以使用 都可以去印 結果大概就有 大概 那個就是各個報紙都 各個報紙都報導了 最後我們就好 然後我後來跟我的聯合報 有報導這個小冊子 然後他們也是用比較中 他們其實還蠻中可能 就報導說我們做了什麼事情 結果後來 比如跟我的主編說 大家趕快去看聯合報底下的評論 一堆人在崩潰這樣 一堆的聲大 然後他怎麼可以寫這種 聯合報怎麼可以寫這種 反動黃明化的歷史 對我們之後他們還跟他說 就是台灣其實也不一定是中國啊 也不一定是中華民國 然後我們超級崩潰這樣 所以我想想要說我們做這些事情 其實一開始的目的單純就是 要讓台灣人認識台灣 那至少台灣 我並不是覺得說歷史只有一種定論 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男人的歷史 男人講過歷史 跟女人講過歷史 跟你不一樣 那你用這種不同方式去認識的時候 每個人都發現我自己 我自己的觀點跟別人觀點不一樣 可是他可能是講什麼一件事 你用這種觀點去看 其實我們會彼此有更多的體諒 那我覺得台灣最大的衝突之一 是因為我們彼此的世代之間不瞭解 對於青年的世代來說 我可能對那種 在後面的草世代有很多分開 就是你們都把持最大的權力 可是你們什麼時候都不做 然後也不肯給我們資格 但是對於上一輩的上一代的人 就覺得你們小朋友 我就不做了 我就不做了 也有這種問題 那在上一輩的人可能會覺得說 你們這都就是我們已經年紀這麼大 怎麼還沒有等到台灣獨立 台灣建國也會有這樣的焦慮 可是其實這個不同的世代方 其實是彼此是需要時間 你就是更多去了解 所以LINE的出現其實對 對就是我們這種世代國功是有好處的 只是常常我們 我們就常會收到阿嬤或是阿姨 他們會寄給我們那種貼圖 對貼圖就會說 要不要就是 純心純善天之類的東西 然後我們就貼圖怎麼 我們那個鴻溝還是有一點啦 所以我覺得我們如果能夠多多的了解 多多的跟大家互動的話 其實會好一點 那我們目前網站的主要的客群 還是以青年為主 我們很希望能夠把這部分 推到再上去一點的年齡層再上去 讓大家每個不同年齡層都可以讓自己的歷史 可以閱讀 那我們下一個 我們在做的時候其實就 很多人都問我們說你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可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除了是說第一個是對於這個產業 就是對於台灣是有利的這件事情之外 我們其實還有估計到另外一個部分是產業的部分 台灣的出版業其實已經非常非常陌落 如果各位去書店或是你上網路買書的時候 你常會發現台灣最多的書是什麼 是翻譯書 然後這幾年來我前陣子去書店 可能有在看一些商業關於的書 很多的翻譯書是來自中國的淘寶 就是台灣那種就是互聯網創業的這種書 我看了說他書店你看不出來 你若不仔細看 因為他就是中文姓名嘛 所以你不仔細看 你自己看不出來 那是中國人或是台灣人邪的 可是我在看的話 其實裡面發現了非常多的問題 包括我前陣子看了一本書 他們講說創業的一些狀況 那他就講說 男性的創業者 你應該要有一些就是更不同的夥伴 但他又獨立出來說 那女性的創業者 你應該要有男性的創業的夥伴 因為女性的天生就是會比較感知 東西如何如何 我就覺得這件事情很奇怪 每個人都會有感情用實的時候 為什麼只有男性別的這個問題 所以你可以發現 在中國其實他們說 女人可以稱喜一批變天 她的性別的意識還是非常的低落 我前陣子曾經有個新聞是說 然後在中國 因為有些地方比較鄉下 她需要傳統接待 所以她會去沿海抓一些智障 或者是很像有一些障礙的人孩子 把她送去那個地方 然後就像敲牲口這樣 去選這些海陸生這樣 所以他們性別的問題是很嚴重 但他們自己不覺得 他們只是覺得 我們有給女性的薪水這樣就好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工作其實就是 盡量的讓台灣人認識這些不同的議題 但我們的想法其實就很簡單 如果不是我們去做這件事情 誰要去做 如果我們不現在做的事情 我們會什麼時候去做 5年後 10年後 我們已經年紀會上去一點點 我們還有這個勇氣去做這件事情嗎 我覺得可能不行 所以我們盡量去試驗這些不同的可能性 讓台灣人認識 然後同時我們也肯定台灣的作者一些機會 我們現在開始是讓你們自己培養的作者 然後開始跟出版業借規 讓他們去出版不同的書 創造出我們台灣的書 台灣人自己寫的歷史 自己寫的著作 那下一張 我們常常會覺得很奇怪 因為台灣人好像有的 我們好像是個焦慮的國家 我們有很多的焦慮 我們有一點極不可待這樣 所以常常會說台灣是很浮躁的 然後很多人短視經歷的 就是這麼根源是我們那個焦慮的點 是什麼東西 我想在做各位可能就是 都是已經經過很多的失眠 但是我們常常會聽到有人就是會說 台灣人沒有國際觀 好像沒有國際觀這件事情 是我們的一個原生這樣的缺點 就像你好怎麼好醜這樣 就是用這句話都可以否定別人 可是我們一邊說 我們也好像會看到說一邊罵新聞說 都報國際新聞 然後都報一些阿媽阿狗 然後其實看那個總事還是華事 他還報一些那個交通上的新聞 他仔細就用中國的一些新聞 好像中國就是台灣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報它 他沒把它另外切出來 這分類型是有點可怕的 可是這個問題到底是 就是也出自當然出自這種媒體的一些問題 但是我們自己台灣 台灣自己有一點什麼地方 我覺得我們人的天氣裡面 跟自己切身相關的人一定是最重要的 你一定會 你可能不太會關心路上一個 路上的一個小孩子怎麼了 或是小孩子有地道 你就會把他自己起來 可是如果是你自己的孫子 或你的孩子地道 你一定會想到 他是不是受傷 該把他送醫院 你會陪著他 因為他是你切身相關的東西 那我覺得我們的國際行為 或者是我們的這種國際問題就是 我們沒有辦法跟那個東西 跟我們台灣人結合在一起 我不知道那個東西 跟台灣的關係是什麼 所以我一直沒有關係 那這個問題是什麼 為什麼我們是一個海洋的國家 我們理論上要跟世界 好像都應該要很多接觸 可是為什麼我們對世界這麼陌生 我覺得這個東西主要根源是一個 下一張 是因為我們現實上是一個海洋國家 但是我們在思想上 是一個內陸的國家 內陸國家就是 中國是一個內陸的大國 對吧 它是整個在東的大陸 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可是在我們的環境當中 我們的教育裡面 我們中國是台灣是世界史 我們是這樣子分的 那中國只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這確實也是 中國跟台灣的關係很大 可是我們教育裡面 就像剛剛理事長講的 我們吃中國的食物 這是非常重要的東西 我們教育裡面告訴你說 分酒並合合酒必分 統一是整個中國史上的常態 實際上不是的 實際上你看中國史上 假如說有五千年 其實沒有那麼長 大概三千年 你把它全部都切開來轉轉 唐代 唐帝國 這是我們大家都知道 漢唐盛世 唐帝國分裂的時間 其實非常的長 大概從安審執法之後 他就是各方諸偶分裂 所以他三百年的時間 有一半五十年 其實是分裂的 那接下來的五代史 唯一有一百年是分裂 然後等到宋代標合在一起 宋代又不是完全一個完整的相片 他有一半是屬於療固 有另外一半屬於西夏 還有另外一半屬於安南 駐南方分裂 所以整個中布史的分裂跟統一 並不是一個 是一個同時一直分酒並合合的 你們這兩件事是同時閉行 同時都是中國式的常態 可是在我們的課本裡面 只告訴你漢唐盛世 統一的帝國才是偉大的 這個問題其實是很嚴重的 所以變成我們在現實上 是海洋的國家 沒有錯 可是我們沒有認識海洋是什麼 我想各位 可能有幾位可能在海洋 或是在海洋服役過或什麼 可是你們在食堂課程中 有人告訴你們說 走吧 你會說我們去登山 可是我們去旅行 可是不會有人跟人說 把我們出海去 海上漂流個三天 很少吧 除非你坐游輪 你坐渡輪 你不會想要說 帶你的小孩去坐船 然後帶他去 欸台灣這個 我們從雲林 然後一路把船開到嘉義 或是哪裡 你不會這樣做 不會 你完全沒有機會 我們去以為是什麼 啊海鮮 這個這個這個 然後吃完我們就走了 可是我們對於遊艇 對於海洋 想像其實是很空泛 然後我們看到那個 然後覺得喔好傷喔 欸漁民是不好的 漁民都是很那個 智商不敵啊 很不敵想 你就看不覺得 覺得漁業不重要啊 那你覺得這種海洋 有趣的東西不重要 反正我就吃就好 我只要換海洋 海鮮這種吃完就OK 我覺得不好 所以變成我們在現實 跟思想上是完全割裂的 我們不知道海洋的問題 我想講一個 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我是一個抖騎手 所以我通常都出生在海洋市 我基本上就是 我也很討厭山 就是我體能不太好 所以也不太能夠運動 我一直到我小 好像幼稚圓吧 我五歲的時候 我媽就是那一年 主要工作 她就把我丟回去屏風 想想 那那個是一個很小的 很小很小的出國 所以我們沒有什麼 就是好山好水好無聊 這樣子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我唯一的樂趣就是 帶著我十塊錢的利用錢 去甘馬店 然後杯姐 麥香紅茶 這是我唯一的娛樂 那我那一整天 就是要期待的一件事 就是我表哥放學回家的時候 帶我去玩 然後表哥就會帶我去採蓮霧 所以小時候大家都 我一直等到研究 一直等到大學的時候 我還是要研究 喔 因為帶蓮霧這麼貴 因為我小時候在屏東 是我們蓮霧 就是拿出來丟對方的 那個樹倒下來 我們就拿在地上 花那個格子 然後跳格子 所以我一直覺得蓮霧很便宜 然後你常常門打開 就會有一個鄰居說 這一龍給你 然後一龍滿滿的蓮霧這樣子 或是一龍滿滿的菜 然後我小時候就跟我表哥 然後表哥有一天就跟我說 走我們去海邊 然後他又帶我們兩個 就騎那個那種三輪 就是有三支輪的那種腳踏車 然後一路就走走走到海邊 然後他帶我翻過那個堤防 就穿過那種防風 然後到海邊 但是我第一次看到海洋 然後我就覺得 這什麼東西啊 這什麼東西怎麼會這樣 然後我們就開始捷貝殼 所以後來每天都會希望 表哥看有沒有時間 會來過去 然後你發現海洋的每一天都不一樣 然後我在看 我在看那個海洋的時候 我就覺得 喔這個東西好像跟我 顯像中的世界不太一樣 那海的那邊有什麼 你常常看到海那邊 然後會有那種船啊 他要幹嘛 他在做什麼 然後有時候你會遇到海巡任的人 他要做什麼 那可能加七走私或什麼的 但是我們的一般的小孩 沒有辦法有這種關係 這種這種經驗 所以我們對於海洋是很陌生 我們也不知道 覺得我們只要在路地上就好 或是我們就坐那個香蕉船 坐一坐啊 可能在那個村啊 然後衝浪衝衝就好了 我們的教育裡面 並沒有告訴我們的小孩 海洋是支撐台灣 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所以我們的文化當中是缺乏這個 以至於我們對於我們覺得安土眾前 台灣人都不要變 我們就是農耕的獨家 我們是定居的民族 安定了就好 所以小孩就覺得說 我就是我考試考完這樣就好 我不需要去 我就是一輩子到媽媽告訴我 我自己是這樣子 大學國中還不錯 我高等級還不錯 然後大學 所謂一流大學 我應該要去一個大企業工作做紅海 然後在紅海 或是在連巴克或什麼什麼 不同的大企業工作 我很安定的做這些事情 可是我們缺乏了一種 對於海洋的熱誠跟創業 跟冒險這種東西 這個就是跟我們第一次 會完全不一樣 因為我們當初的我們的祖先 其實我就是想講說 我們台灣的祖先 其實就是一群roser 就是一群魯蛇這樣子 一定是在原本的他鄉 原本的互相逢不下去 或是有各種問題、戰亂 所以我們到台灣來 尋找一個新的機會、新的田地 可是到了我們這一代 我們反而覺得說不需要 台灣就是這樣就好 我們不要冒險 我們都不要做什麼改變 這才是台灣最大的焦慮的門氣存在 那下一章 當然台灣跟中國有非常強的聯繫 如果你看這個歐亞世界的地圖 你會發現台灣在很小很小的這個邊緣 以這個內陸國家的視角來看的話 可是中國只有一種文化嗎? 中國只有中 就是這個東亞只有中國一家的文化嗎? 不是的 我剛剛這個紅色的地方 標起來的地方 其實是整個遊牧的大陸 就是蒙古 其實是一個內陸的國家 它也有不同的東西 中國是一個定居農本的民族 所以它很講究 安徒宗前或死的人 如果說葉洛貴跟人死的 也要回到自己的家鄉 是因為中國這種定居的概念 可是在農業的民族 在遊牧民族不一樣 蒙古人不跟你講這一套 蒙古的社會是我的主地 不是我私人擁有的 而是這個大陸的民族共和 或是使用這個東西 所以我常常 一個牧民家庭 大概一年會搬前三到八十不一定 有時候環境比較艱難 可能搬到十幾次 然後這個家庭隨時 我的大兒子比較厲害 我兒子就去放馬 二兒子去放羊 三兒子去放牛 那女人在什麼地方 所以這個家庭可以隨時的 聚起來可以隨時分散 他們是用這種很激動的方式在生活的 所以對於這遊牧的想法 他們就是世界是流動的 所以為什麼每次說 他們都會去打中國 然後中國人就很分開說 我要做一個牆把你隔起來 對於牧民就說 學習伯伯太羅奇 聰明姐的牆是要幹什麼 這不搭共有的嗎 所以我過來也有什麼 就是你只要我跟你換東西 你就把東西賣給我 這樣就好啦 為什麼你要拿個牆把我隔起來 那不爽啊 林伯伯怎麼可以打啊 所以這種文化之間的衝突 其實是很不一樣的 但我覺得台灣作為一個海洋上的國家 其實如果海洋 草原是陸地上的海洋的話 那海洋不就是 海洋不就是這個世界上 另外一種形式的草原嗎 那如果我們用這種方法來看 台灣人其實是應該很習慣前行 很習慣跟不同的文化交流 跟不同文化發生一些交會的過程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要慢慢的改變 是我們應該要去擁抱這種 或是接受這個海洋的文化 然後從這個海洋文化 因為你看其實我們像白色地方是陸地 藍色地方是海洋 其實海洋的範圍非常猛 我們還包括大西洋 可是我們並沒有機會去認識 我們周邊這些海洋國家 以至於我們對話就很出錢 所以我們都只接受來熱於統治者的東西 我們被中國統治 我們就接受中國這一套 我們被日本統治 我們就接受了日本 像剛剛那個祖台犯 那我們現在是半個被美國統治的地方 我們就接受美國文化 可是美國跟中國跟日本 都是不一樣的東西 日本其實他們也是安獨 就是很沾獨土地的這個民族 然後中國跟美國是兩個內部的國家 所以它是非常陸權族 是那種陸權的國家 我們在這三個地方之間 我們好像台灣就不見了 主體性跟國際觀 很多人都說你們不要 我們不應該只強調國際 我們要強調主體性 台灣的等生的意識 可是我覺得這兩件事情其實是一樣的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 自己的在那什麼地方 你怎麼去跟別人交流 如果你不知道外面的東西怎麼樣 你怎麼知道自己的定位在什麼地方 就像紀錄一線一樣 我們要說隔離規制什麼時間 幾天幾分 然後我今天不見了 我今天那個GPS上面說 你在經線了多少什麼地方 你才能夠定位 如果我們不知道彼此 互相的關係 跟互相交流的這東西 我們怎麼知道 我們自己的定位在什麼地方 所以我會認為說 我們台灣的複雜的過去 跟國安定的現在 以至於我們對於未來想像出 只剩下內陸視角的中國 跟世界帝國的美國 然後還有一部分的日本 那日本是一個非常苦幹實幹 然後測試茶飯的族群 他們非常的努力 非常的任命 然後非常的遵俗 這種上下準備的關係 在日本的話 日本 我有一次去跟 我有一些日本朋友 我們在跟大家一起吃飯的時候 年紀小的要替年紀長到 這件事是非常嚴重的 然後台灣其實是一個 女性地位比較高的地方 但是在日本還是有很多 女性的研究者 她其實跟她的同事 兩個是同一個等級的 但是在同一個場合出現的時候 女性要走在後面 她要替所有人服務 其實她們等級是一樣的 所以這種尊碑上下的東西 或者是說像 我們常常去日本會去炮漲 在日本人在立委也會炮漲 媽媽、媳婦要排在所有人最後 就是大家都泡過那個水 已經不太熱了 她們才可以去用 對 這種上下準備的關係 對日本是非常明顯的 那我們台灣 在這種不同的文化之中 我們的位置在什麼地方 我會覺得 我會希望我們這個網站 或是我現在做的這件事情 是希望能夠讓台灣人 更深刻認識這個圖 然後更深刻認識海洋 然後做出一個不同於 日本跟中國的思維 可不可以讓我們台灣人更敏感 或是這樣台灣人對於世界有更多的好奇 但就像我小時候跟我哥去海邊是一樣的 其實都是一個很簡單的 就是好玩 如果不好玩 只是沒有辦法跟人家說 台灣很重要什麼 很重要 所以我就是月薪22K啊 可是我們其實浪費了24小時 我們可能浪費了7到8個 在一些很特別的事情上 手機遊戲等等 它有什麼因為好玩 所以我覺得好玩或是 下一張 好玩或是親近的在地 在親近的生活 這件事情並沒有什麼不可以 而是說 這東西是你往前進的一個很重要的目的 好 下一張 在我們過去的歷史當中 我常會覺得說 帝王將相的歷史才是歷史 那同志者 我們歷史確實是有同志者書寫 這件事是沒有錯的 那在這本史書上寫的 非常非常多名人為人 我相信各位應該要知道 真的是唐太宗嗎 然後他中間就是有 是一個非常有名的民軍啊 如何如何 創造的一個盛世 甚至有時候我們歷史是男人的歷史 這在座有很多男士 我相信你可能也明白 就是皇帝都是男的 我們歷朝歷代子 中國歷朝歷代子 出現一個皇帝 然後還被人家媽媽要死 對 那女性去哪裡了 這些女性在什麼地方 女性對於歷史的推進 這些影響有什麼 可是實際上 以中國史來說 大家都覺得 唐太就是一個女性很秋 很沒有規矩的時代 所以女人當家一定會亂 可是 東漢還有宋代 這兩個相對來說 比較穩定 或者是比較 上下尊貝很明顯的時代 這兩個時代反而是 女性統治者最多的時代 就是太后 太后去統治 宋朝有八個太后 還有九個太后統治 所以反而女性的政治 然後從那時代的遼國 就是北邊的遼國 也是太后統治的時代 所以女性的統治者 跟女性的這種歷史 其實在史書上 是一直被壓抑 一直被無聲的 那我覺得我們 在閱讀這種統治者 或是單一視角的歷史說 我們很容易去認同這些思考 可是事實上 百分之八十 甚至我相信現在的所有 百分之九十 上我們都是人民 我們認同同治者的歷史 我們認同他這種價值的時候 其實你沒有辦法理解 跟沒有辦法認識自治的責任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常常說 台灣人被圖化 因為你都讀統治者的歷史 你就覺得說 因為統治的關係 戰爭的關係 犧牲一些人是沒有關係的啦 所以二八 他們就是 我們就是為了維持統治嘛 為了大家的和平 所以台灣人死一切沒有關係 或是有人就是台灣人死 幾萬人而已 這根本數量不太遠 這是因為它正在統治者的角度 是一個大型的觀點 而不是正在人民的角度 我們應該要思考的是 人民需要之什麼 一個由下而上而之次的角度 所以我們 但我們更 把這種統治者角度的東西 放在我們教育的課裡面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在告訴我們孩子 你們這些孩子 會忘記人民的需求跟人體有無神 跟這個政治跟這個國家 其實是更基本人民的 那當然隨著我們這樣教育開始主機 有些學者開始重視社會史 開始重視生活史 重視數據史 然後那是跟我們一般人 可以複製的東西 可是在台灣我們還是 雖然看到很多 你常常會看到一些 五十十工作室去訪談台灣 那些東西 但大部分人都還是很冷 因為很多老人家 我們訪問他 他說沒有啦 我不是很有名的人 我沒有做什麼很有名的事情 所以不需要訪問我 東西不重要 但是事實上 我覺得不有 不是只有有名的人 才有資格留下歷史 或者說留下歷史 並不是為了一個非常遠大 或是非常 不是一個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 你一定要用很冠冕彈簧裡面 才可以留下歷史 留下歷史其實是你去 把自己的故事說給別人聽 那只要這個故事這些紀錄還在 你的生命就永遠都還 浮在別人的記憶裡面 那所以我們今天要講 其實是怎麼樣去留下歷史 想想 歷史其實是材料跟詮釋 這兩個部分 那我先講的是材料 就是我們在我們的思緒 不好意思 我因為那個 前陣子累慘 所以我膝蓋有點痛 我剛剛坐下 對 就是我們一般講 一手食料有兩種 一手跟二手 一手食料其實比較簡單 就是日記、檔案、照片、報紙、錄影 口述、歷史、信件 就是當事人第一手留下的東西 這個就是材料第一手的小 有一手就有二手 所以我們就會有另外一個是 旁人的轉述 可是二手食料有時候 不太容易界定 譬如我今天來這裡演講 那如果在座有一位 你回家之後 把這個東西記下來了 那你的那個紀錄 對於我來說 這個東西是二手食料 可是對於你來說 這是一手食料 當然會有一些差別 如果說你只要記錄 我的歷史的話 那你的這個紀錄 就會變成二手食料 但如果你是要記錄 你在某天某月 來聽這個演講 這個東西變成你的一手食料 當然是有一些細微的差別 下一張 那我想想的是說 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做口述歷史 口述歷史 是一個比較容易入門的觀念 入門然後比較簡單的東西 那對於台灣人來說 我們其實在課程裡面都會講 可是口述歷史有個非常重要的關鍵因素 就是你要跟受訪者跟訪談者之間 要有一個非常親近跟信任的關係 你不可能說走進去一個 就是在路上一道就來 然後到大人就說 老伯阿伯 你是當時出生的 你是家裡有幾個 你不可能一下來就問他那些東西 他就覺得你是身帶到他 其實就真的很不禮貌的 所以口述歷史其實是要跟你的 收藏的房子之間要有一些 要有一些連結 或是你自己 請你的朋友 或是請你什麼 這種就來訪談 用這種方式來進行 那我會認為說 訪談這件事情 第一個會我們一般會這樣子一個 一個步驟 就是你 我今天要訪談 我今天要訪談理事長 好不好 先跟他接洽 然後我會收集資料 那會開始 這些資料大概是怎麼樣 我們會開始想一些問題 那約定訪談之後 我們把這個剛要寫給對方看一下 他自己有準備 那我們就會帶來的器材 可能是錄影機啊 錄影筆啊 等等東西 然後到訪之後 去訪談 然後之後變成一個炸機 那通常這個過程 會進行很多次 他不是一次就可以成功 因為我們不是記者 記者就是一次就可以成功 可是實際上 會一次一再一再的修改 那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要製作一個年表 想各位在 如果回家也可以製作一個自己的年表 那年表其實做的過程很簡單 就是來了之後 你就想說 譬如說 你是幾年出生的出生年 出來之後 這是幾年幾月 你就做一個很簡單的表格 幾年幾月出生 然後這邊 你出生的地方 人是死地物嘛 所以這個地點在什麼地方 我出生在 我們就出生在路感 有寫在路感 然後大概是有哪些人 這一個期間裡面 你認識哪些人 然後就寫一寫這樣子 其實年表格這樣子很簡單 如果你有必要的話 你還可以再加一個大事件 就是當時大事情 哪些人 你記憶特別深刻 都可以寫下來 那用這個方式其實就是在界定說 你的人生的經緯不大 你的時間、空間、什麼地方 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這種東西 那我們 你會把這個先做完 你先做好這個範圍 你就不會著急 你不會說 你明明就訪談一個台語 他一輩子都活在台灣了 但是你會怕美國的事情 他會覺得 這個事情跟我沒有關係 我有影響 那可能訪談就會中斷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在訪談過程中 其實這個大事件 我們會認為 你應該本來比較後面 有些訪談者會一開始就放大事件 1945年 他第一件事就問他說 你有沒有聽過 你有沒有聽過那個 228 當時你感覺228是什麼 所以一下子就把那個時間 掛在歷史的軸線上 可是實際上 不是每個人都對大事件 或是對大事件 非常後的興趣 甚至有時候他們對於 就是受訪的對於大事件的第一不一樣 我曾經遇過一個case 一個老人家 他那時候訪談 我訪問他的時候 他就已經快100歲了 那我問他說 那個老師問他說 那你那時候是幾 什麼時候從宜蘭到台北的 那他就說 我確切也不太記得 我記得是日本皇太子到台灣的那一年 等他前後 所以 我們聽到覺得日本皇太子 我們的想法就是18幾年或19幾年 可是對他來說 那個年紀比重 時間後 他記得是日本皇太子到台灣那一年 那日本其實 常日時代有好幾年 有一個太子 然後其實有幾年皇子到台灣 所以你要把那個時間列出來 跟他說是哪一個 他說不是 是皇太子 不是皇子 那所以這兩件事就可以分得清楚 所以對於這種受皇子來說 他的時間 對於大事件的第一 可能跟我們這個時代不一樣 那我覺得應該要更多讓他 讓他自由發揮 或是說你把自己的想法放在他身上 這樣其實會發生一些錯誤 那另外就是 我們常常會發生 訪談者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會說 當對方說出來的時候 你就第一個判定說 這是真的還假的 因為我們歷史學家 所以學了這個真的還假的 可是這方面其實是 一個很常見的錯誤 但是我覺得也是不應該犯的 因為一個人的歷史 當我講出來的話 當然是選擇性的 我選擇說出這東西的時候 可能背後有其他的 不為人質的苦衷 譬如說 很多人去訪談那種經過二戰的日本 第一件事就問他說 南京大陸沙蟲你站不在現場 百分之八十個跟你說 這只跟我們沒關係 然後他就把那個門關起來 他就願意跟你說 因為他覺得 你一開始就在 就是在直問我們這件 我不想回應的事情 對 那他就跟你說沒有 那時候在別人旁邊 然後你就在想說 欸不對啊 你是某某軍團 某某隊 你應該在什麼地方 這就會造成在訪問上 一個很大門 他覺得 你不可信的 你再質疑我 你再挖掘我 可是同時 就是在日本兵的一些團體裡 他們有一些小型的會 然後譬如我講 某某年的某某會戰 一取得一百個人好 他們就一百個人接力 把這個會戰 我當時在什麼地方 我的隊長什麼 他們接力再把它拼湊起來 然後是用非常刻骨感的角度 有了想過的記憶是什麼 然後把它拼湊成一個大門 換言之他們其實記得 但他選擇不要跟你說 因為對他們來說 回憶這件事情是非常恐怖的 而且他們不願意被他們的家人 被他們的後代 認為說我是一個殺人 可能 當時戰鬥戰爭的過程中 當然很痛苦 然後又多的疑惑或怎麼樣 也有可能他已經失去理事 因為戰爭其實是很可怕 很激動的事情 可是等他冷靜下來 等他回來之後 他可能唱會他的一些 像戰爭當中的最後 他不願意去再去迫想這件事情 所以很多經過二戰的日本 是非常沉默的 他不願意再說出什麼事情 那所以我們要告訴他們 是我們在保留你們的這些歷史 而不是在追究你們 在這個歷史當中犯了什麼錯誤 每個人都會犯錯誤 可能都會有一些責任 可是我們要告訴你們 是我們把這個歷史留下來 那如果有一天 願意把這些東西公布出來 就大家對於還原歷史 怎樣是有幫助的 而不是在追究或是 指責的受訪之後 那這其實是 口述歷史當中其實 一個很難的部分 下一章 就是我們要怎麼樣 再下一章不好意思 我們要怎麼樣保持一個同理心跟信任 同時我們要以信任去判斷跟組織這些問題 有時候我們去訪問老人家的時候 他很多很多他的人生 他很多一些概念 可能覺得說 這好像跟我們的理解上有些差別 但是對於他來說 他講這件事情並不是要我去認同他 他只想這件事講出來 所以同理心跟信任 然後讓他去講 我們常常另外有一些 研究者他非常聰明 他有很多知識 所以他講完這個阿伯 才剛開始講那個點 他說 那天我知道 那就是怎樣 然後把他講完 那個阿伯又覺得說 好啊 你講就好啊 我哪就要講 也會有這種心態 都要講你講你 都要講你 這時候我們其實會失落到 很多細節的東西 那所以其實對於我們那些訪問的人來說 我們是保持著一個同行 然後去聆聽跟忌諾 有時候甚至要裝笨 裝傻 說阿這我聽不懂 聽不懂藝術 有時候我有一次 我的一個訪問者 就是他的 是日語加台語不在情 所以有時候他講的東西 你不懂他在說什麼 然後他就說 我以前是那個什麼混亂 什麼什麼軍團阿 然後我那些頭都麻油 然後我說 麻油是什麼 你講到是日語還是台語 然後他說 麻油 托筆托筆 麻油 托筆托筆 他是講這兩個詞 他我想到底是什麼話 還想想 然後麻油就是老鷹阿 他的意思就是他那個軍團的 Mark是一隻老鷹這樣子 所以 麻油就是一種一種老鷹 但是他是 因為他講台語真的聽不懂 所以 我們會用這種方式 不停的去跟他 會花很多時間在這種 細字的東西上去討論 那另外就是還有一個部分 我們常常要鼓勵受訪者 把這些方面講出來 因為有時候 不是每個人的記憶跟組織 一定很好 他會跳 有時候他講到說 你在跟他說 校園的行為的事 有剛才的阿比阿那 阿比就是 什麼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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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以前的行為 我們在那邊行為 做什麼事 然後就等下我們不再說阿比嗎 怎麼會聽到什麼事情 這樣子 怎麼又跳到那根子 然後突然講到說 又突然看到他40歲的時候 所以這種其實是會跳來跳去的 那 所以在受訪者的時候 有時候你是 你要讓他講 把他講完之後 你要記得把他拉回來 拉到這個題目 走上他要重新再說 所以這其實是 很需要一些過場 我覺得這對於歷史學家來說 其實對我們也是一種新的挑戰 因為我們很習慣看書 看文章看文獻 有時候我們其實 並不是那麼容易跟別人相處 但是你在學習 口述歷史的過程中 其實你會學到什麼東西 然後學習跟別人怎麼樣 認同他們 那有時候他這些資訊 可能會很片段 可能就是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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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把他全部都記下來 所以帶著一些 他們個人的反應 或者情緒 比如說我們常常 有些 我有個朋友 他就是去訪問一些眷村的老兵 那這老兵其實對於 國民政府其實是有恨的 他們很多是被 國民政府的半途就拉過來 但是當然台灣的時候 他也不知道怎麼辦 他沒有辦法認同我們民進黨 因為他覺得民黨就是 就是討厭我們外生的 可是他也很恨國民黨 他也曾經被共產黨抓捕 所以他也很恨共產黨 所以在那些三個勢力中 他沒有認同我們 他也回去中國 他也不知道去哪裡 在台灣他也沒有任何的家人 那這東西其實是很痛很增長的 所以會有很多的 會有很多的矛盾的地方 那我們著作者就是把他 讓他講出來 讓他有一個過程 他可以慢慢的挺覆這些東西 所以也許這個片段 今天是A 今天是B 可能是過了一陣子之後 你把它整理出來 再問他說 A是在B的後面 還是B在A的後面 他就來的時候去認真把書 梳理出來 有時候我們其實要幫助訪談者 去恢復他的記憶 我們可能要幫助用一些東西 譬如照片 譬如影片 譬如聲音 你可能要放一遍 他說以前的時候 曾經有人去訪談 那個百貨公司的一些 曾經年輕的時候 站會小姐這樣 然後他就問他說 那這個什麼資深堂 這東西是怎樣 我說以前資深堂 剛進台灣的時候是怎樣 很多人怎麼樣怎麼樣 或是櫃檯當什麼樣子 你就要拿著照片給他看 對對對 這就是什麼什麼東西 照片要一個一個 一的頓這樣 叫他說這是誰 這是誰 那他把這些東西 串起來了 又想起一些不同的東西來 那我們曾經 網站有一篇文章 是台灣歷史古文館的一個紀錄 他們曾經去收集過一個盒子 那個是二戰時候的一個 骨灰盒 下一張 二戰時候的一個骨灰盒 就主演這個 他是寫一個 布海軍上的水兵 冰青春就是這個盒子 為什麼這個盒子 是什麼東西 他是骨灰跟遺物盒 就是當時的小道 那士兵戰死之後 如果找到骨灰就放骨灰 如果沒有骨灰的話 就是頭髮或是指甲 然後一些遺物放在這邊 就騎回去給他家人這樣子 那這個水兵其實很可憐 他十幾 大概好像二十歲左右吧 他就是被徵召 然後就去南漾 那在骨灰訓練的時候 剛好那個美軍都炸來 所以他就被炸死 那他們就把這個禮物 送回去他家 那這個盒子當然後來 因為他沒有後代嘛 所以就被他的弟弟保留著 那他弟弟有一次 常常去台史博 跟人家去談 就是博館參觀 跨到這個時候 我們會說 有一個 那時候台灣日本 凌出真的一些影響 然後想到他跟著 他就跟台史博說 我家有這個東西 你們要不要 然後你們來看 所以台史博去搜這個 然後他們就說 然後他們去搜這個時候 那個阿伯就跟他說 這是我請了我哥哥 怎麼樣怎麼樣 他就開始回憶起 他跟他哥哥相處的過程 然後因為他哥哥 去他那邊 大概很小孩 才是個小孩子 他說他還是跟哥哥是怎麼樣 然後為什麼要去 然後哥哥曾經有個女朋友 怎麼樣怎麼樣 後來離開了 那阿伯的太太也開始去 回想說 他婆婆曾經跟他說 這個大伯是怎樣 然後長得經驗 誰到經驗到 真正知道怎樣 怎樣 就常常回憶這些東西 然後最後我覺得 最讓我們感動的地方 是那個阿伯後來 就把這個盒子 放在他的行租 行租店 然後就上香 就跟他哥哥說 這個盒子 他要到國務館去了 因為時局的變化 以前時代變化 以前你們是為國犧牲 或是日本 日子的帝國犧牲 現在國民政黨 你們就好像什麼都不是 可是對我們來說 我們是今天決定 把這個東西去給國務館 那希望你把隊去看看 然後如果有一天的話 這個盒子可以讓所有人認識 你就不算白骨一層 那我們的後代知道 有你這件事 有你這個人的存在 那我相信各位一樣 你有一天可能在 在你們打掃的東西 你看到 啊這早就在那邊 那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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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會想起一些過去的記憶 有時候甚至是氣味 甚至是食物 都會讓你想起過去 最近其實有一個叫做 彎生回家的紀錄片 彎生就是日本人那時候 在台灣生的小孩 就叫彎生 在台灣生的 那這些人後來 在1945年之後 被遷到回去日本 那他們還是很想念台灣 那其中有一個就是 這 左邊這個組 是吉野村 當時的日本人的移民村 那就有一個阿嬤 她是日本的阿嬤 她是年輕的時候 沒有人家相親嘛 就從日本一路上坐船 坐到這個吉野村 來載她老公 然後就在吉野村 生活了很多年 後來不得已被送回去日本 她還是很想念吉野村 她已經做已經 九十幾十八 反正年齡很大 她已經失智了喔 然後她每天問的家人 她也不講給我老師 反正說 我家在吉野村 有變局 現在看的到嗎 有變局 我家在那個有變局 現在看的到嗎 然後阿嬤要吃飯啊 我家在吉野村有變局 現在看的到嗎 阿嬤要睡啊 我家在吉野村有變局 你看的到嗎 然後他們就覺得 沒有辦法了 因為阿嬤心心念念 都是這個吉野村有變局 即使她離開了五十年 她還是很想念她 所以後來他們就帶她回去 回去花蓮 那阿嬤去了之後 當然這個組織都拆掉了 所以她在那個遺址上 就很難過 然後想起了很多事情 後來回去日本的時候 她就是 心心念念 還是想那個家 這個郵局 因為他們家在經營這個郵局 她還是想著 所以她倒在那個病床上 已經沒辦法 意思模糊了 她還是在想說 我家在吉野村有變局 現在看的到嗎 那這個製片的廷宗小姐 她就做了一個模型 做了一個這個 郵便局的模型給她 就寄去日本給她 阿嬤看到她說 啊 這就是郵便局啦 我家在什麼地方 以前那個誰住在什麼 哪個房子 我的狗 我的貓養在什麼地方 我是幾年幾月幾日 到這邊來 全部想起來了 夢中都想起了 她全部都跟她說 我當時 我們那個有種了什麼樹 有誰住在這個地方 然後我曾經跟曾經 跟曾經誰一起 全部都想起來 然後 這個祈禱都不久幾天 這阿嬤就去世了 他去世了 他就講了這句話 就說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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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野村有變局 所以這個統術意思 跟這個回溯的過程 其實是在幫助他們 喚醒最身邊的那個 就是他失落的東西 其實就是 他失落他認為的家鄉 就是台灣 那我們用這種方式 讓他找到他的家 那台史博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新聞 就是底下這個 他們在他們的館場裡面 做了一個 其實我覺得沒有非常的像 那種老式的 火車站 那就是他們模仿 積積積還那裡 做了一個火車站 那曾經就有一群 是他已經失語症 就是他有一點 那個阿治海諾還什麼 病友 然後他們沒辦法講話了 因為沒辦法講話 就會很封閉嘛 他們就帶他去參觀 然後就有給阿伯 看到這邊 然後住在那個火車站 他開始講話 然後說 我家以前在這個火車站 我怎麼樣怎麼樣 開始回溯他很多 回溯他很多的過去 那在榮總的老年醫學中心 他們研究 他們真的 就是你回家這件事情 對於很多患有阿治海諾 或老年疾病的人來說 回家這東西 變成他最終的一個體驗 就是我想要回去 那他們就會 天早上就跟你說 為什麼我想回家 我想回家 那他們就帶他們 就坐了一個假的車站 說阿伯店 兩家帽 帶了幾次到兩次 他們就坐在這邊 然後就開始想家 開始想說 我期待你回家這件事情 雖然他可能兩秒鐘就忘記了 但是他每天都要起來 他就是我要回家 所以他心情就會很好 那 所以我們 有時候年紀越大 你會越來越想起過去 那 記憶這種東西 你會需要很多的 輔助的方式 你才會想起來 所以我們做訪談的時候 會需要很多這種 照片 不同的食物 會幫助他 那我們有時候 有時候拿那個照片 會說 這是誰是誰 曾經有 就是也幫他一個case 他跟他說 阿這就是什麼的 什麼人 然後他就會想起很多過去 我跟這人怎麼認識的 也會有人就拿出 這集開來初戀的女朋友 這樣 然後不忘語中人 就是後面還有提示 然後就會想起他 跟他女朋友 以前的事情 嗯 不管怎麼樣 那是他們的生活 那有時候 也有一些時候 好像很熱心 他覺得說 我的人生沒有什麼 所以我覺得 我應該要幫助你們補充 一些大的期間 大的歷史背後的東西 他就跟你 就主動跟你說 228的時候 那我是怎樣怎樣 他反而把自己 隱藏在那個大歷史的後面 所以這時候我們其實 要把他那個生活經驗往前 他講說 我們說 欸 我的228時候 我愛什麼地方 你反而就問他說 欸阿伯那你那時候 你是在什麼 台南 在台南生活嗎 台南在什麼地方 台南長什麼樣子 你要幫助他 重做那個過程 他就講很多 比如說 曾經我們就有一個 阿伯也是 他是在那個 上 他曾經台灣人 然後後來他去日本讀書 那本來是要考醫學院 沒有考中 他就去上海 那上海 問他 他就問他 那你上海的時候 你住在什麼地方 然後那時候怎麼 每天的生活是怎樣 他會說 我就每天從哪裡到哪裡阿 然後去商務印書館 看看書阿 然後我去上班阿 我上班的地方是什麼地方 是他親戚開了一個整型醫院阿 然後我跟他說 那時候 1930年代上海就有整型醫院 他說 對那時候的女性阿 那貴婦人都會去那邊 農乳農鼻 然後打那個什麼針 然後看你比較漂亮 但同時也會有一些 那個醫務糾紛 比如說 胸部龍歪了 鼻子龍歪了 然後那個皮膚沒有縫好 那就會有醫學紛爭 就會有那種醫務糾紛 然後這時候 我那個親戚就會 閉門不見客 然後我就會去擋人 然後 還是會有很多人來 然後他們都會拿金條 用一個鼻子 一根金條 用一個胸部兩個金條 這樣子 用這種方式 所以我們就跟他講 很多很多的生活經驗 然後他就拿出那些 當時的老照片 當時的老地圖 給他認 他就會想起來 那我覺得這種 這種敘述 其實是讓我們 其實紀錄下來 很多都覺得這什麼瑣碎 可是其實是幫助我們去認識 庶民的歷史跟生活的歷史 跟重構那個時代 重新的去認識這個時代 有時候像台中這邊 其實有很多老房子 已經被拆掉了 那這種老房子在什麼地方 他已經做什麼事情 其實都是在靠這種 口述歷史的時候 有下來之一 然後那個老房子就匯出來 那這其實會需要很多時間 有時候你可能會有上白色的訪談 有人就會問說 你為什麼要花那麼多時間 去訪談一個 好像不太重要的等落 可是我覺得敘述跟回憶 其實是一個療癒跟狗吼的過程 你把很多話講出來 你可能就了結了一部分的遺憾 那有很多話你在 最近曾經遇到一個案子 一個事情是 我的一個 他本來一直 他跟他先生關係一直有很好 他希望說 他是覺得 我心也心希望 我們一年開始 對我們人比較好的 他愛問你 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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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有一天 他先生好像因為心上不舒服還是什麼 然後就去了醫院 兩天 醫生也說還好 結果兩天之後 突然就去世了 那阿姨就覺得很後悔 然後後來今天 前陣子就是一個禮拜 那我媽就幫他擦花 我媽一直就說 那這個花的部分 就是我們算算奉獻 那阿姨就說 不行 這個花我出 為什麼 我就問他說 我媽媽就問他為什麼 他說 因為今年情人節的時候 我老公本來說要送我花 我還罵他說 龍蜜蜜蜜蜜 我菜 所以我今天把這個花送他 算是我的情人節禮物 那不管怎樣這種 你很多遺憾 有時候你在那個當下 或是你可能初戀 愛上一個女孩子 你就是沒有跟他告白 然後就沒有了 可能就離開了 就是很遺憾的事情 所以大家把這些話說出來的時候 其實他是在咬傷止痛 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一個內蒙古人 他在中國 他是一個漢人 然後他 因為他有一點素食佛緣 所以他有一天在路上 就有一個很有名的 喇嘛 佛福 我看到他的時候 因為我有前世的緣分 所以你來我的廟裡面 學東西 他教他很多東西 各式各樣藏傳佛教的經典 那他的廟裡面其實有很多 在中國 中國共同堂之前 就存在了一些老老媽 這些老媽 年紀很大了 所以能夠講的話 就是很不清楚 但是他每個人 大概都會有一些技能 我的朋友就去學這東西 跟他學 去學西夏 這個學戰俘 學什麼 學完之後 學完他就去跟他老師拍張照 老師就 隔兩天就死了 他就這樣子 疊到好幾個都這樣子 所以後來那些小狼 然後就說 我們來拍張照 小狼 然後就說 不要跟你拍照 別人是拍照要錢 你拍照會要命 這樣 對 可是他後來就跟我說 他覺得 他就去問他老師說 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怎麼拍的就死了 他說 後來他還知道 那其實是傳承 過程 那個 那些老師 可能他一輩子的學問 濃縮到最後 我就是等著最後一個傳承 我就是最後把我 這個一生的絕跡傳給你 我的人生的責任就盡了 我可以安心的離開了 所以 我們在傳講這個 像剛剛那個 灣生回家的例子也是 灣生回家 他一開始 他做了14年 一開始有80幾個 後來一個慢慢的 一個一個都走了 所以其實我們 在訪問的部分有時候 有時候在跟時間賽跑 有時候在 欸很緊 就是希望能夠把這件事情 趕快的留下來 所以我希望 如果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如果你們還有 就是還有長輩 他年紀很大 就是真的是要趁早 把這件事情留下來 然後下一章 那 《網路時代》 其實有很多的方法 是可以做的 這個是最近的一本書 叫《活著回來的男人》 他是一個 這個是一個 這是一個 幸運大學的教授 幸運大學大家可能知道 他是日本最好的大學 就是日本京都大學中心大學 清運跟走到天 這四個是最好的大學 那他是清運大學的教授 所以算是高知識分子 可是他的父親 其實是一個非常 就是出生非常低微的人 他在北海道移民 然後很窮 所以到日本 然後也在低下階層 然後在日本 後來他去日本 去從軍的時候 也是在一個小 下層兵的一個團體裡面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下層兵 是日本兵的生命史 跟他戰後經歷的各種問題 我們在想像是二戰的時候 我們想像的就是那種 中軍愛國日本就是皇民化 好像每個人都是為天皇效忠的 可是其實不是 在這個案子判例裡面 他其實想說 我也沒有特別想為天皇效忠 就是兵單來的我就得去這樣子 所以他其實在描繪的過程中 他並沒有那種中軍愛國 或是我一定要為日本生分死 他想的就是我可以回家 我想安定的生活 這跟我們在一般看的那些 紀錄樣是不一樣的 譬如說在日本有個非常有名的小說 叫《不毛地大》 他講的就是一個上層的參謀 那是日本當時有很多 就是最上面是陸軍總部 然後有一個叫參謀的大本營 然後底下還有這種小兵 派出去的這種小兵 他講這個參謀的故事 這參謀後來被 去了俄國之後 被俄國關了十幾年 回到日本之後 因為他是一個精英分子 他後來進入一個商社裡面工作 從最忠誠的主管來 忠誠的秘書來做起 他最後成為日本最大的商社 一層中商社的社長 那我們在看這個 在那本《不毛地大》的那本書 他還寫的部分中 他其實就用了很多 因為他是一個精英界 他有很強的教育 然後中軍愛國的東西 所以那個東西很強 這變成我們對於日本兵的印象 其實不是 但是在小兵中軍 這個教授的訪談當中 其實就不是 他是兩個世代 他跟他父親 他訪談他自己的福氣 那小兵教授本身是一個精英階層 他是博士 是教授 然後他有 因為我講得非常好 是高職師分 那他父親其實沒說 我教授就是中學畢業這樣子 那他訪談了一百多次 他說他花了好像一兩年的時間 他每個禮拜 就去跟他爸爸見面 然後就去跟他爸爸談這些事情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他自己了解他父親 那他父親也讓他 從新認識自己 那因為他們兩個是父子 所以父子當中有很多話 是原本是不好意思講的 可能這部分當中 唉慢慢的講出來 那在這 也不會牽涉到 受訪者跟董事 這些信任的問題 因為是父子 所以有很多 心理的話可以講 可是小兵老師 其實帶來助理一些訊號 有時候 助理帶來時候 的話就會不好 一次說一些事情 他就等助理走了 他在打電話跟人子說 其實今天還有一次 我們用不抽到什麼 他就跟他父親說 當然 我覺得這種狀況 會 我們會用這種方式 然後最後 做出來之後 在這些訪談結束之後 再慢慢整理 變成一個講章節 再拿回去 再看一看 重新再去交定 那我們學術上的訪談會 最後會希望 受訪者簽署 一個授權書 來同意刊登 那口述與蛇 幾乎是要讓我們對他 今天問了什麼 大家什麼 問了什麼 不是 不會再說 這就是怎麼樣明顯 那批判的東西 反而是在後面 所以詮釋的東西 是在後面的 那留下的口述歷史 其實不是很難 可是我們這種 訪談的方式 跟訪談處理的東西 在台灣並不是很普及 那我覺得 口述歷史其實不在 不只是回憶過去的事情 其實你是在 跟你的受訪者之間 創造更多的未來 更多的現代相處的時候 我自己跟我的 我跟我阿嬤才六十歲 所以我阿嬤今天已經九十歲了 那我很少的時間 可以回去看他 所以我們之間其實 我對阿嬤在幹什麼 我其實不是很清楚 阿嬤也對我一句話 也不是很清楚 那我對阿嬤的影響 就是阿嬤有一次 我記得我小時候 有一次 我會去我阿嬤裡 補那個素肌 然後我吃了素肌 我就跟阿嬤說 這好好吃喔 因為我第一次吃到素肌 我阿嬤不准我吃豆漬品 他覺得豆嫩 豆乾那種東西 就是淋很高 對身體不好 所以他不准我吃 後來我吃這個 我就跟阿嬤說 這好好吃 之後有一次 我再回去說阿嬤知道 他就滷了一個這麼大鍋 一盆這樣子 一大盆 因為他只知道 我喜歡吃這個 他就滷了一大盆 然後就說這都是你的 這樣子 我吃了三天素肌 我覺得 我還在討厭這東西 總之我們這種 世代的對話當中 其實我們會更多去認識 我們的親人 認識我們的朋友 那我相信 如果你們的孩子 或是你們孫子討餐你們的時候 他們也會帶來 他們有更多的一些問題 你才會知道 原來你對這東西感興趣 為什麼你會對這東西感興趣 這東西跟你有什麼關聯 你也會認多認識他們 那 我覺得 這種相處的記憶 跟從自身出發的感情 跟關聯 其實會比我們的歷史教育 歷史訓練 或是學位 階級這種東西都還要重要 因為 就是你關心這個受訪者 你關心他 你們之間其實是 一個很強烈的信任感 這東西是最重要的 那 下一張 我覺得我們前面 先回到我們剛剛說的教育 我們可以透過口述的歷史 跟這種方式來認識台灣 跟台灣人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現 其實不管哪個年代台灣 都有像門外開創的人 像我剛剛講的那個case 那個阿伯 他就是 那個爺爺 應該屬大伯 他大陸已經年紀很大 送台灣去日本 讀書從日本來上去中國 他說的時候 他講到那個日本跟台灣 好像跟中國之間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不是那麼困難的 那 我們這些知識 其實都在互相交流 我講的案子 比如說林獻堂 大家都知道 吳豐名叫阿兆路三少爺 他弄台灣 一定會想要讓台灣 能夠從日本政府 然後得到一些知識的空間 這其實受了梁啟超的影響 梁啟超大家都知道 是中國有名的思想 那梁啟超的思想是 他這樣說是為了什麼 因為梁啟超受了愛然 自自運動的影響 所以梁啟超就跟 林獻堂著中國沒有辦法幫助你 獨立或是怎麼樣 但是你們可以尋求愛然的方式 成立一個自自的影響 讓台灣自己走出一條路來 所以林獻堂 就帶他兩個兒子 就跑去世界環遊 但是因為他們比較有錢 所以歐雅拉和他任性這樣子 他們就環遊世界去考察的時候 所以不管哪個時代 然後那個時代同時 他們也會 台灣人也會開始 閱讀歐美的一些思潮 一些小說 一些思想 所以為什麼228時代的時候 就有就是 就有錢的還是怎樣 全部都是高知識分子 因為他們可以 當時的醫生是要閱讀德文的 大家應該都知道 要閱讀德文的文獻 所以他們就可以接觸德文 來的一些思想 都是左派思想主義的思潮 所以就有錢的 就是幹嘛 就是被抓的 全部都是那種高知識分子 因為他們可以閱讀這些東西 那也都會有 我們跟那個時代的文獻人 其實都會有一樣的焦慮 比如說林憲長 他是一樣的 林憲長的案子 他擁護國民黨 所以當時國民黨來的時候 他們就是拿旗子啊 還自己學唱國歌什麼厲害 可是228的時候 跟後來的白色恐怖 跟土地政策 對整個林家都成了很大的迫害 林憲長有個姿勢 就是台灣第一個被強殺的台灣人 當然是因為他自己本身 確實是台共沒有錯 他希望能夠限定一個共產的台灣 然後所以被抓了 然後被槍殺了 那林憲長自己就非常的失望 他覺得原來國民黨也是這樣 也是這樣陌生 中國的他所懷抱的祖父 也是這樣的東西 然後他就離開台灣 他最後去哪裡 他去他一輩子都想抗爭的日門 然後最後死在日本 然後在他家裡 他的名下有兩百八十情的土地 在庚子友行天的時候 剩八 280假 在庚子友行天的時候 他們價值剩下八假 所以中文一下就這樣迅速的衰退 那台灣要往哪裡 他其實他也曾經寄望在韓戰的時候 希望美國能夠同志接受台灣 讓台灣能夠獨立或怎麼樣 可是最後沒有實現 所以他後來在東京是抑鬱而中 那台灣要往哪裡去 我們要怎麼樣可以去幫助台灣 這是林憲長一輩子都在思考的問題 其實到現在 我們也還在思考一樣的問題 那我們回溯這些故事的時候 其實回溯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這些知識分子 或這些人的努力 台灣人的努力 有沒有可能成為我們借鏡 那我們去更多的去保留 去敘述台灣人在地的故事的時候 我們其實就會看到台灣跟世界的連結 我們跟台灣人在這個生活當中的一些掙扎 我們其實是可以理解 然後可以去努力的過程 那所以這些連結是怎麼建立怎麼消失 我們可以怎麼樣重建 我們可以怎麼樣改進過去的一些失敗案例 我們可以怎麼樣從我們自身的經驗出發 去尋找跟台灣相關的事物 然後我們可以一步一步的從一個定居農 我們跟內陸國家的思維往前走 那我們可以從我們認識的 原本有接觸的世界 可能是可以台灣、中國、日本、韓國、越南 可以換得往前進 可以到印度、可以到非洲 可以到意識上國家或怎麼樣 我們可以永遠保持這種對於位置的敏感 跟對於世界的興趣的話 那不管是我們在重塑過去 或是我們在製造未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要重新塑造一個國家的思維 那制裁的最後我們有可能說 我們可不可以讓台灣走出的內陸國家 或是我們去重建一個海洋國家 這就是我覺得歷史也好 或是講故事 或是敘述這些歷史集中 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我們要去認識我們主體性 跟我們對於這個國際當地 那簡單 大家就是先講到這邊 好,今天有點輕 有點輕 今天聽起來有點輕 來,好啊 如何寫自己的故事 好 來,趕快 Q&A Q&A 你說跟這個有關係的 可以問 跟這個沒有關係的 其實也可以問 但是我要先講一點 我的推文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他的故事 我們每一個人一定有 因為你每天過千萬 一定會自己顧著 只是有時候 大部分 我們都覺得 我們是一個 無名少數 我們就 我們不是什麼福祉 剛才那個也講到 我們都不是什麼有名的 亂講 多謝他無名 多謝你無名 今天無名是請幾首 都也有名 所以其實 我們都是有名字的 所以我們應該是 重視這個東西 好,來 Q&A 你們兩位 好 阿薩 沒有 沒有故事 好,來 鄭小姐,來 你 來 來 來 你自己人怎麼自己人 好 我就問一個簡單的 我想要 了解 你現在進行口序 有沒有讓你印象非常深刻的 的案例 好 你把問題救給他 是 有 有個案例是 他是 他其實是一個台灣 當然不能說他名字 他是一個台灣 那個 早期的時候 那是來推動那個 民主運動的 有非常重要的人的後代 那 很多人提到他的時候 就是 講他爸爸那麼厲害 他爸爸那麼勇敢 然後反抗日子 但 這個阿貝 他後來學了 不是本人 他 他 因為他父親很久 有過世了 所以他就內住到日本 然後去上海 他後來加入了日本軍團 然後在二戰回來 也為了日本效力 那 重點是 應該結 戰爭結束 他其實是 因為他們是 太太是日本人 所以他可以同時 學著台灣 跟學著日本的國籍 好 那 最後他就跟太太相談 那時候還上海 要去日本 還要去日本 還要過來台灣 他就跟太太太討論 我們要去哪邊 我們要過去哪邊 那太太聽他說 我應該要 我應該要跟著你去台灣 為什麼 因為他說台灣當時是 已經被屬於中國了 台灣是戰勝的 環境會比較好 會比日本好一些 所以他們就有到台灣來了 那 但是台灣那時候就是 很混亂嘛 他們家裡面有一些 就反抗跟服的因素 所以他們的家族其實是被拿押的 那耶特阿伯他也只會講 台語跟日本話 所以他在生活上 並不是非常的努力 他在基本上也是 就是都不能講話 他也不能講 不能講日文 他被人家發現他是日本人 對 所以 可是你在他講 他其實回憶的時候 很多人都在訪問他 都在訪問他 跟他爸爸的事情 好像他是他爸爸的附屬 可其實不是的 很多人在他事情在 如果你可以 如果你知道他的名字的話 你在網路上勾不破就知道 他曾經住過 你記住他 就是他曾經幫他打了一封電報 然後很有這樣子 那他就是他小時候 十幾歲的時候 事情他都讀建國中心 現在建國中心 可是他人生 不是只有十六歲的那一段 他人生很長 他出國的事情其實非常多 然後他認識的人非常多 他告訴我們很多 當時這種台灣的知識分子 到了中國 跟著日本 到了中國之後 怎樣生活 很細緻的東西 然後他記憶非常清楚 所以他還虛的 不能蒙蒙 可以發現他眉不眉 他其實都把他 其實他記憶得非常清楚 因為我覺得他 他好像不太敢於做他父親的附屬 對 只是我們在列上定位 就跟他說 你是蒙蒙的 他沒有自己 對 那我們是透過這個訪談 來過得蒙蒙才 重新認識他 然後 他有很多東西 他一開始是不願意蒙的 所以 我那個老師 我其實是幫老師 這一段 老師花了很多時間 那東西 慢慢的一層一層 把它寫出來 那前陣子 我們知道好像趨勢了 所以那一份東西是非常好 來 謝謝 來 謝謝 來 先生 來 謝謝 我是 我要今天要交代一個 這麼問題 這個 中國人 是 抵達會 國外國的自己講話 是 實際上他的眼光 非常短時間 但是 因為本人所以是個小哥 但是他的眼光 非常地遠大 就是那台中 這個 我在台灣已經住了很多地方 包括大量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我全都 全台灣 四十二年 我就 還到一次了 那台中這個 河車站 大家知道 這個前面這個逛場 就現在那個 又民營的商店 那個才是 也本人規劃的 至於那個 最早的 後車站前面 有兩個板棍 後來撐掉了 一個叫校洋車 這是 中國人來到台灣之後 中國人來到台灣之後 他反正就說 只要有空地 就沒了感情 就是這樣一個狀態 所以 公路就切站 以及這個 也有切站 還有公園可以切站 那公園可以切站 原來也是 是 站在 那一個 就上 後來撐掉 現在已經到 以後去了 那個 張騎聰因為當市長 他是國民黨的黨員 結果他就在那個地方 蓋去了他自己的車站 所以你看看 這個 台灣人應該是 受了日本的教育 應該有這張好的標現 可是 中國一來以後 整個就蓋不蓋了 還有 還有 那台東港路 是日本人規劃下來的 1分米寬度 所以他的原光是 1分年1分的 台灣是怎麼樣 所以他規劃了 1分米的台東港路 在我們 開發文訓南路的時候 是60米 這個 國民黨的這些 自己搞東西 在議會裡面 就一針馬 說 你怎麼可以 跪腳底支援 把這個馬路卡得那麼大 幹什麼 又變了車子 又沒有人走 結果現在 完全 完全 完全做不動 看一下 我還真的要看 我到底是新的 好 謝謝 您說的確實是 因為我相信 台東其實 因為我們現在 那個 火車站 那邊要做高價錢 要改變的 所以他其實有很多的 在地的文石團體 他們都來包容這些東西 我們確實是可以看見 台灣 包括現在其實有好幾個車站 其實都是能規劃的 他當時規劃的想法 其實都不一樣 那 台東是我們是 按照京都的規格在做的 嘿 如果你看台東的古地圖的話 我們是一格一格 那 從車站出去 其實是有好多的 好多的那個 好多的整個整個環境 所以我們那個綠川 其實是 照像是那個京都的 鴉川那個方式去設計的 那 所以他 我們現在開始有一些團體 他們叫中區復興 中區再生基地 他們其實都在智力復興 這些台灣原本應該有 就是台東市原本應該有 這個風紀之行的東西 那 我覺得其實像明明說的一樣 有時候看這種 就是台灣這種老建築的問題的時候 其實很多 很多時候會覺得台灣人 被 在國民政府裡面 就覺得反正我就是逃難來的 那 我什麼事情都臭服一下就好 那 我看到這個 這個 這個 像我們就拍過那個 綠川的照片 就是原本是很乾淨的 但是在49年來的時候 因為沒有人 沒有地方住了 所以就在那個旁邊 就蓋那種 蓋一個小房屋 然後就在那邊做 所以那個 那個 河川的就是 就他的風景改變了 那這種 將就的 這種 我覺得反正就是 暫時我們有一天會回去的 有一天我們 是台灣不屬於我們 反正不是 我們不會在這裡長久 有去長住 所以我什麼事情都是 現在做好就好了 這種觀念 到現在其實 你看 文明堂的做法其實是這樣 他們有在考慮你 百年之後是做什麼 他們有在考慮你這個政黨 我那天在看那個 朱提羅幻書那時候 我覺得很好笑 到什麼年代 還在擺盤 還在舉手通過 還在手通過 他沒有想到這件事情 他破壞的是整個 大人貴的體制嗎 這個一個國家立國的基礎 是什麼 就是公平跟正義 跟這種 整個 當然你國家一定會有一些不好的 但是你有辦法的 但是你在這個立國的基礎上 你就是不公主義 就是不在乎這些東西 最後會怎樣的時候 每個人都在靠自己的私藝 一直幹 突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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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到最後你就招金了啊 對 那日本的問題的話 日本他們其實是一個 很有違章的民的得主權 就是什麼都要一百億耶 所以他在認識 認識中國的 認識當他們打工國 我就打滿洲 滿洲到朝鮮的時候 他其實是有規劃的 可以看一下剛剛那個地圖嗎 他其實是有規劃的 這就是我們 我們其實台灣 現在歷史學比較好的觀點 是我們接受很多 來自日本的想法 那這種漢學的研究 其實對我們 其實現在理解 現在的人理解 東亞也是有幫助的 還有這樣 這是台灣嘛 那日本當時的侵略的路線 其實是一路從這個朝鮮 所以他那個 甲骨戰爭第一條 那個 瑪貴臺第一條 不是台灣歌讓 第一條是要求朝鮮獨立 這樣子 中國才可以 不要去管朝鮮事務 他可以任何可以侵略 那從朝鮮上去之後 到了滿洲 他原本是要 然後熱戰爭在 熱戰爭在這邊打 打完之後 他其實 這邊這一圈 就所謂的外中國 這邊是內中國出去的 他們對於中國的理解 跟我們不一樣 他們對於中國的理解 是從內跟外出去的 從外面的角度 他從滿洲 滿先這個地方 然後一路從到蒙古 到蒙古 到中亞 中亞都是帶進到西藏 不同的西藏 到下面的中南拜堂 他們就用這種方式 去理解中國的 所以他的那個 他在清約之前 他其實做了全部的全盤的研究 那他當時為了統治台灣 也做了全盤的研究 當時接受台灣的那個大將 其實是那個 是華山之姬還是誰 還有兒域元太郎 就是後來台灣總督 那兒域還是 反正那幾個總督當中 其實有幾個人 就是當時一開始 日本要打台灣 用牡丹射事件之後 派來處理牡丹射事件的人 所以他們其實關注台灣的 這些總督都關注台灣 在很年輕的時候 十幾歲、二十幾歲的時候 他們還是軍官的時候 就在開始關注台灣的事情 然後最後才一路是到台灣總督 所以這種長年的這種規劃跟研究 其實是在他們當時的 統治基層來說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們會做滿些 滿鐵的研究 然後這些西藏研究 他們派了一個探險隊 從這邊進到中亞 然後一路從這個沙漠這邊 一路這樣子探險 把東西帶回去 再一路帶回去 朝鮮就本來要遇到日本去 所以這種 這種對於 統治一個地方之前 做權法性的研究 這對於日本 都是他們的基礎 所以他們甚至 有一本 有一個台灣的俗語的研究 裡面竟然還期待台灣 台灣人會講什麼樣的髒話 真的啊 他每一個 整整兩頁 就是我連我都不會講 超級厲害 兩頁 然後是講這個字怎麼唸 然後還要標音 然後講台灣的俗語 是如何如何使用的 所以我們其實到現在 都還在使用這種 就是還在用這種東西 來復原謀的語言 所以 這是外中國的部分 那內中國的部分 就是它原本具有的 入學傳統 他們就認為說 原本所謂長安地域 就原本中國文化發源的地方 他們是在河南這一帶 那隨著這個 整個政權的北移 他的文化 一路往海外這邊 到了邊境 然後到了北京 到了南京 他會認為說 整個中國的文化 到了在那個清代河 其實就已經斷絕了 那清代河這些文化 就一路從南方 就到了日本去 所以日本也繼承了 某一部分的中華政統 所以他們可以 依此來認為他們擁有 日本擁有中國合理的統治權 當然這東西其實是很 我覺得很荒謬的 可是它是從思想的部分 去理解中國 換言之外中國 跟內中國部分 是從外在的這種 包括什麼調查 去理解中國 當地是什麼 怎麼回事 內中國部分 是從思想的部分 去理解中國 這一套東西在戰後 其實被歷史學問 社會學政策 還有人類文化 什麼來繼續做研究 但是這個東西 在台灣 我們其實 到現在為止 我們都還沒有辦法 完全的使用 就為什麼 我們的企業 在西進的過程中 會這麼困難 因為西進的過程中 你都根本沒有了解 中國人在想什麼 我們就 政府投資好啊 就能賺錢去啊 可以賺錢就去了 可是我們並沒有 真正去確實了解 這些狀況是怎麼回事 這其實就像我們 就像打仗一樣 打仗你要理解 就是孫子兵把說 你要理解戰地 你不能不理解戰地 你就去 然後就有錢 就回來 就失敗 所以在日本 這件事情上 是做得非常的透徹 包括他們去 去美國 或是去什麼地方 然後怎麼移民 或什麼 他們在政策前期 都已經做了一些 全盤的評估 那我覺得我們 當然 我們 我不認為日本 日本 我絕對不認為日本 二戰的這些事情 這些罪行 是不應該負責 或日本這些事情 是可以合理化的 可是我們應該要學習的是 當他在處理這些過程的時候 他其實有經過一個通販規劃 這也是台灣人 在做很多事情的時候 我們沒有想過的東西 如果我們可以學習 這一套的文化 跟這一套演技的態度 就是同時 我們在做這些事情 做這些評估的時候 我們去充分了解 投資或充分去了解這些風險 跟他可能的一些危機的時候 其實會幫助我們 在商業或是 我們擴展過程中 會更有效率 好 謝謝 來 各位朋友 還有10分鐘 8分鐘 來 兩位 來 拍桌了 我提兩個問題 一個是關生 他回家了 他是要定居在台灣嗎 沒有 沒有嗎 好 第二個是 我有看過那一個船 就是所謂的 復興台灣 台語的一個這個東西 但我早些年 我對台語蠻有興趣的 所以我有去 大概去跟一個老師上課 那我知道現在台語 至少有分得幾趴 一個是用所謂的 木屑通行的這個注意筒下去做 那第一個是用所謂的羅馬提音 那我跟著那個老師呢 我是覺得他用我們的百音指標 然後他還有再觸碰一些符號 然後還有 我覺得他那個伴尾是比較猛 可是其他流派可能是比較佔上主流 他那個流派就比較沒有辦法 可能跟他的生活 還有他的學識的關係 他沒有辦法站上主流 所以我覺得他那一派沒有被發揚 蠻可惜的 比如說 我常常聽廣播 我那些之前彰化有出一個所謂的 就是之前縣長嘛 有貪污嘛 那那些評論者 就是我們台語派 就是台灣派的這些廣播節目的人 就會講說 那這個東西你台語 就是你直接從北京話翻成 就是那個台灣話 田中跟田中的意思就不同 那這個你如果要用羅馬來用的話 他會統一 民體會不同次 那這個東西 如果你算用所謂的北京話來的 那個出印的那部分 他也沒有辦法去做 那現在我們在LINE的族群裡面 有一位他是講 他認為說他 在台語的發揚上 他一直很刺激在做 我不是否定他的功勞 那我是覺得 他可能是他一直走的 跟政治人物走的很近 他覺得他發揚的會比較多 那等於說 我們有一些傳統 就像你剛剛講的 日本人對台灣人 罵髒話的那個部分 都有辦法研究到這種地步 那是不是說 對你台灣本身的 我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蠟羊你知道是什麼東西嗎 蠟羊 蠟羊 跟蠟羊有什麼不同 蠟羊 蠟羊 大概都不知道 嘿 蠟羊 再來我就請教一個國小的老師 他告訴我 因蠟羊有蠟羊 可是他沒有辦法明白 告訴你這兩個有什麼不同 他只是跟你講說 生物界的種屬肛 能界裡面的肛 他是在蜘蛛肛 那我們一般的認知 比如說是同種 種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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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 到磕的時候就沒有了 磕的交配之後是沒有 比如說我們常常看到這個標有沒有 它是屍跟骨生下來的後代 這一個東西它是不能再生下後代的 所以它告訴我蜘蛛 它沒辦法告訴我說蜘蛛跟拉雅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東西是從我紅毛知道 它兩顆不同 它告訴你拉雅它是好的 它只會生活在屋子居家環境 而且是台灣的特有蜘蛛 你看到蜘蛛才會有生蜘蛛絲 然後它的生的小孩 它們兩個也不太一樣 這個都是我媽告訴我的 可是我們正規的受的北京的 這個北京化的教育裡面是告訴你 不了解這個東西 那你要了解通韓台語的文化的話 你這個東西在某個流派裡面 它是沒有辦法深入的 你懂嗎 所以說不是主流 你就一定代表一切 那你的貢獻就是最大 然後我那時候被它反恐的時候 我都覺得靠腰 我沒有正面對上它 是因為我不想要再公開出去講 可是我覺得我們有很多隱性的文化 因為它的受教的能力 還有它接觸的層面 可能不是那麼高層 它被壓下來 可是它的東西 就像日本要侵略一個國家 它要做銅盤的 它都了解到這塊土地的最深層的文化 反而我們去蓋掉這個東西 那我想了解 就是說你一直在做口述歷史的時候 你會不會碰到有這塊的 北京畫面畫去深層 去解釋它的生活的一個範疇 或是它所深度的一個文化 會不會有這塊的問題 OK 好 OK 我也問 其實回答那個彎生的問題 彎生問題主要是說 他們年紀都很大了 都是70年了嘛 所以最年輕的一台其實都已經78歲 幾歲了 那最年長都已經97歲了 所以他們基本上都還是生活在日本 可是就有感冒好玩 他是 他就說他只要回來台灣 他連感冒都會好 說台灣真的是福地啊 我來台灣做什麼病都好了 我眼睛也不花了 什麼都好了這樣子 所以然後他們 其實當他們喜歡台灣 一定是因為 整個亞洲都很討厭日本 只有台灣人喜歡日本 對 然後他們的孩子 也跟他們就想說 因為其實 台灣出陣人跟原本的日本 都會有一些隔閡 因為日本是非常不想講究 彼此之間這種距離上下積極的這個國家 所以他們 他們回去日本都很強烈的這種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像台灣 或是所謂 灣生還有滿生 就是滿洲生的這些人 其實回去日本都會 一開始都會被看不起 然後會認為說 你們是從下降的殖民地回來的戰敗者 所以他們在年輕的時候都是不講的 都基本上不說這些事情 然後把這些東西買得很深 然後像台灣跟日本的關係非常好 我們每天有三百萬人去日本消費 那我們關係非常好 然後日本人才帶他們的孫子孩子回來台灣 然後就有一個阿伯的那個女兒就說 他原本不知道他的爸爸 為什麼那麼喜歡台灣來台灣 之後才知道原來台灣 是因為台灣是全日本海 日本他說 原來亞洲還有不討厭日本的國家 我覺得非常感動這樣子 所以他們才開始就接受了 就是擁抱了他們自己的這種完生的身份 那當然也會有人會想要 過來台灣生活啦 可是還是會有一些困難 但年輕人質 我覺得主要是年紀大了 然後語言其實也還是有一點點不同 雖然在花蓮那邊的部落 他們每個人都可以 部落的人都可以講這種話 所以是還OK 可是畢竟在生活上是有一些困難點的 那語言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東西叫語性 語言的 我們叫語靜 我其實因為我是台灣 台灣語言的文化的東西 研究我不是很深 所以這個部分我比較少遇到 大概就是跟麻油的這個問題 我真的不知道什麼叫麻油 然後我就覺得麻油跟老鷹跟鷲 跟大罐鷲跟麻油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我真的不知道 阿伯就說他就說那叫麻油 可能我現在跟日本老鷹 跟台灣老鷹也不一樣 但反而他就覺得 比較有什麼不一樣 就叫麻油這樣子 那知道語心的問題 我在我自己的研究裡面 其實會遇到 我的研究是研究 那個中亞跟北亞的部分 北亞 有一個 我們到現在其實在北亞的民族 還在使用的一個字叫 騰格里 騰格里就是 這個字大概已經存在了一千五百年 不好意思 要再兩點 騰格里就是上天的意思 在蒙古 現在就叫蒙古叫騰格里 或騰格里信仰 就是天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在騰格里 後面他們那個語言叫騰格里 的後面加個大的話 就是從天而生的 或是怎樣的大 那是後面有個詞 這個語言從突厥 就是大概六世紀的時候 開始出現這個字 那就一直 當然可能之前就已經有 然後就一直存在到 五十三世紀的文古 到現在還有這個詞 這種對於天的信仰 我們沒有辦法用語言去解 到現在還是很難用中文去解釋 所以我們在翻譯 我們曾經遇過一個 那個突厥文的悲文處 它就叫騰格里騰格里 前面有一個騰格里 這邊有一個騰格里 這到底是什麼字 就是你不能天天的 應該不是天天的這個意思 然後它是講到是 它是講的是一個可汗 一個同志者的一個名號 我們辦法解釋這種東西怎麼講 那我們只好回去看一個 圖絕人的 唐代的一個圖絕人的墓誌 那是唐代的人替這個圖絕的公主 翻譯的墓誌 他就說 從天得果報 我不知道怎麼講 英國文果報 就是報達報 從天得果報 從天得那是什麼意思 所以我後來覺得那個從天得 應該是色彈的意思 從天而生 唐代人沒辦法解釋 這個東西叫從天而生 從天得 得到的 那所以就是我們語境的問題 我們在翻譯上會遇到一些問題 比如說像 尤其還有就是方言的問題 比如說像 我們一般在 我們在念那個佛經的時候 台灣人念佛經 就是你念什麼一切如來什麼 那個字其實都會不一樣 那個字 但是日語裡面其實也會很明顯 日語當中念那些佛經的東西叫 無音 但是在某個宗派裡面 他們必須要用所謂的唐音 來念這個佛教的這些詞的時候 那個音會不一樣 他背後也是帶來這個歷史的流傳 跟他整個佛教的不同因素 所以這種語境的問題 會有時候很難去理解 這字到底是怎麼來的 所以他的意思其實是說 我這個可憐是從上天受命 然後得到這個東西 從天而生的 那我們在中文裡面 其實漢語裡面其實很難去講 而且牛台語講也很難講 所以這變成是每個族群的文化 那你一定要深入到那個文化的跟頂 才有辦法理解 每一個語言都會遇到這種問題 一定得 然後像美國人也很難去理解 為什麼我們的漢語 在台灣話中的一些詞是什麼意思 譬如說得跟得 就是他們 你現在七小孩念你很清楚 得跟得 或者說我最 跟他們沒辦法理解這兩個詞 到底是什麼差別 然後或是說我們都講uncle 但是在 在英文我們就講uncle就好啦 但是在台灣話 裡面就有叔叔、伯伯 然後舅舅全部都叫uncle 他們怎麼辦 那所以你要跟他解釋 你就要說這是誰的什麼 要叫什麼 他們可能也會一頭無水 那這種語境的問題 其實就是像文化的差別一樣 那我覺得台灣 台灣話的問題 當然除了那個拼音之外 他另外一個流派就是寫漢文字 漢文的部分 漢文的寫法跟我們現在一般所寫的白話文是不一樣的 漢文又有他另外一個流派 有人曾經跟我說 我一直以為台灣話有因無之 可是後來有人跟我說不是這樣的 我們其實是泉舟 我們其實泉舟化、閩南化、張東化這些全部都有他們自己的一套系統 只是寫的方法不一樣 那有一個叫可能大家有聽過 一個看華戲會叫成三五娘 華戲裡面的戲叫成三五娘 那個在泉舟裡面是個泉舟很有名的戲 他的那個戲本就是用漢文寫的泉舟化 可是他的那個用語跟他的語法跟我們現在所使用的白話文是不一樣的 那怎麼樣復興他 我覺得就是你只能日常講 然後那個外語、外來語的部分 你可能沒辦法完全是避免 但是你可能可以就是盡量的把他 跟他講說你自己是可以講 譬如說我現在很難 我沒辦法接受就是民視的鄉舟劇 因為我媽媽很愛看 然後我每天陪她看那個鄉舟劇 我覺得他鄉舟劇裡面用了好多台多語的詞 他沒有辦法把那些詞變成台語 因為他們不會講 所以最近那個誰 那個台南不是有一個藝人嗎 就是那個謝龍介 對他不是質疑那個戴清德 然後用了好多台語的俗語 後來我們就把他剪一剪之後 就變成謝龍介叔叔的那個台語講堂 然後我們就不能說 那這句話是什麼字 我們從來沒聽過 言在意外這樣 他就有很多的俗語 可以大家教一個 謝龍介少數的貢獻之一 所以這種語氣的問題怎麼解決 我覺得就是 只能是深入跟使用這些語言的人交流 跟生活 只能用這種方式來處理 OK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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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小姐 總編輯 他一個 短短的時間 其實短也不短 就是不懂 但是 就是這樣 但是我相信 眼光還有機會 我們再邀請他 好 那我們準備一下 感謝一段 別來參考 我們來謝嘉宜 謝謝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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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在某些